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3年4月13號星期四 之前收的這一台 潛田的水管壓接機 這是它的電池 這一顆電池 每一次充完電 放著沒幾天 它就沒電了 所以我今天給它拆起來看 整個都鼓包了 每一顆電池 看起來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嘗試換這一台的電池 那因為這一個廠牌 算是大廠牌 所以我比較擔心的是換完以後 它的保護板會鎖板 不過還沒有換也不曉得 所以我今天就是嘗試來換完以後 看能不能夠繼續使用 如果會鎖板也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 那不會鎖板的話就可以繼續用 接下來我就是先把其他的一些配線 先把它進行照相 避免說到時候要裝忘記怎麼裝 詳細的接線照片我會PO在影片上 那你如果有忘記怎麼接的 就可以看我這一篇影片 重新製作你的電池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所有的鎖片全部拆掉 那我已經把保護板拆下來了 然後我在拆保護板的時候 我會保留這兩個地方 它這邊應該也是直接焊上去的 最後接上去的時候 用烙鐵把它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這邊把它剪掉 這邊就保留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保護殼把它拆掉 那我這邊已經把電池都拆下來了 它的外殼有一點電池液的滲漏 所以我到時候要把它做一點點清潔 拆下來電池在這邊 電池液都露出來了 這個也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都直接把它包廢掉就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先把保護殼做一個清洗 接下來一樣來挑電池 型號全部都是VTC4的 那因為我挑出來的電池 大部分都借在2.8A左右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盡量以2.8A為主 大概選10顆出來 就這10顆 那確定一下每一顆的型號都一樣就可以了 保護殼清洗好以後 電池也挑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那我們先在電池的每一個正極上 貼上這個絕岩墊 那我們絕岩貼貼好以後 就可以把電池裝上去 電池都裝好以後 那接下來就要進行點焊 點焊我們一樣用我們做的這一台 下去做就可以了 那捏片的部分是選2.0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進行點焊了 因為點焊的過程大致上都一樣 所以我就直接做好以後再給各位看一下 點焊完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這邊的材料都是比較簡陋的 沒有屬於這一台或者是專業的一個儀器來進行點焊 不過自己要用的 做好能用就好 畢竟這一顆原廠的電池是相當昂貴的 點焊好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保護板裝上去 排線等一下就依照我們剛才拍照的模式下去做連接 保護板接好以後 這邊它二次點焊的話沒有辦法用點焊的 這邊我是用焊錫接上去的 還有負極這個地方也是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將這個線接上去 保護板下面這邊有一個熱感硬的 連接部分我是用熱熔膠下去做連接的 沒有去買一個專用的膠回來做黏貼 反正可以用就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是依照它原先的連接方式把線接上去 那我先把它黏好 確定我們電池都已經做好了 也做了一個簡單的保護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它裝回去電池殼 裝之前我們先稍微測試一下 電量四個都有顯示了 那我們量一下電壓20V 這樣子確定這一顆電池就已經可以使用了 接下來我們把外殼裝回去 接下來這個 這個是分離式的這個要記得裝 接下來我們把螺絲鎖上去 那我們這一顆電池就維修完成了 接下來看看能不能充電 那目前看起來好像是可以充電的 充飽了 因為我的電池之前就已經有充電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能就是要嘗試把它放電放完以後 再來看看能不能充電 如果能充電的話就代表這一顆電池它是不會鎖綁的 那這樣子我以後電池有問題我就可以不用買新的 就按照我目前的作業方式下去做一個更換 這樣子就可以省下蠻多錢的 這一顆我們維修好的我們做個記號 那我們先插上去看看 測試一下 OK 目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我先把它放電放完以後 再看能不能夠正常的充放電 這一顆電池我本來是有上網要詢問 看有沒有新的可以買 問了很多家是有問到 但是價格非常貴 然後店家是跟我講說 他可以通用美達寶的18V的電池 那美達寶的電池應該會比較便宜一點 那個就是看每個人的預算衡量 下去做選購 那我個人當然是比較偏好原廠的東西啦 不過美達寶也是大廠的 所以應該理論上不太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也將另外這一顆拆下來看一下 這一顆的狀態明顯好了非常多 這一顆應該還可以用蠻久的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再直接把它裝回去就可以了 那我這一篇淺甜的 不鏽鋼水管壓接機 電池維修分享影片 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敬請訂閱和分享 謝謝